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中央3D的线框的一些功能 线框呢 它就是在空间里头建一些点线面等一些特征 下面我们来一一的看一下 在中央3D中 中央3D里头是怎样建一些点线面的 首先是点 点呢 中央3D中可以这样来建 首先假如一个点有具体的数据可以在这输入比方说 10 X是10 Y是20 Z是30 一直点回车 一直点回车 二十三十五十点回车 第二个第三个 六十八十九十第三个 这样就建立了三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在空间里建立了这样三个点 这是建点的功能 第二个直线的功能 直线的功能呢 它分为几种 比如说这个是两点直线 随便点两个点 它建立了一张直线 直线呢 它有这样几种方式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沿方向来画的 必须有 沿线就有一只参考线 然后呢 这个点选中 跟它是沿着它的方向来做的 第二种呢 就是平行线 平行线 也是有原来的参考线 进行跟参考线做一个平行 这个是跟参加做一个垂直 进行参加做一个有角度的曲线 这是这样 可以输入片局是多少 这是线的命令 圆弧的命令呢 也是这样 我建一个圆弧 在空间里的建一条圆弧 然后这个圆弧呢 我想建一个它一个童心的也可以建一个童心的 来输入它 我的直径是多少 是140 这样就建出了一个和它童心的圆弧 多边形和矩形都是一样的 比方说我建一个两个点的 两个点的是我选一个 选择我建的一个平面 这样两个点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输入角度 你是跟有多大的角度可以在这里输 输入一个角度 这是一个巨型 巨型 椭圆也是一样的 主要您这个要建的椭圆的一个平面 这是就建出来一个椭圆 中心是多少 或者角度是多少 它的角度也可以进行一个扭曲 这是建一个椭圆形 椭圆形 基本上前面的这些命令呢 跟我们草绘里面的命令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一样的 只是它是在空间里头 这些命令就不再累数了 下面这个命令呢 是一个自由曲线 自由曲线 我们这是支持几次的 支持几次 大家可以把这几个不同的类型来用一下 比方说这个点 这样我三次的 我可以点三个曲线以后到第四个点的时候 大家会出这一条曲线 这样就建成了一个空间的自由曲线 自由曲线 控制点 公明思义 大家 有点来控制这些曲线的一个走向 一个走向 这样就建成了一个控制点的下面这两个呢 用的不多 但是大家可以通过练习一下 因为操作都比较简单 第二个 这个是边界曲线 边界曲线 比方说这个啊 这里 我建了两个面 建了两个面 首先说一个投影的一个曲线 比方说投影到面 投影到面 然后我首先在这个面上建一条曲线 建了一条曲线 投影曲线的在一般的做图或者做做图当中用的都比较多 所以大家要对这个命令比较熟悉 是在线框里面的啊 曲线里面有一个投影到面 投影到面 我们选择曲线 选择你要投影的面 这就可以做到投影到这个面了 假如我们选择这个面 它就投影到这 这个面不够长 所以它没有投影出来 也可以进行一个双向投影 双向投影是什么意思呢 假如我这个曲线在中间这里 我进行一个双向投影 它上面照样有这样 有这个面 可以进行一个双向的投影 这样在做一些模具封孔的时候 用的是比较多的 用的是比较多 这是一个投影 投影到面 相交曲线很简单 有第一个实体 第二个实体 然后相交 做出这条线了 做出这条线呢 有可能也可能进行一些 曲面的曲线的修剪啊 比方说我用这条线来把这个面修剪掉 用一些曲面修剪 是用到这里的 曲面的修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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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来讲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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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接 桥接面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曲面 曲面 我拉伸一个曲面 来 我拉伸这样也有曲面 在空间当中 我想建从这个点到这个点的一个曲线 怎么来建呢 这里就可以通过这个面上的桥接曲线来建 首先选择这个面 比如说我选这个点 然后我选择这个终点 这样它就像在一个投影曲线一样 就在这个上面建的 是一种快速的投影曲线 就可以在这个曲面上把这条线来建立出来 然后你也可以在曲面上进行一些曲线的分割 或者是一些修剪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曲线 这样就分割让两半你修剪的话就可以修剪掉 纸面上的曲面桥接 偏移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曲线 偏移命令是多少 比如说是10或者是100 确定啊 它就沿着这个曲线来进行一个偏移 而且也可以选择一些方向性 一些方向性 其他的用的不多的就不再说了 这个螺旋曲线 曲线 螺旋曲线 这样呢 就建立一个螺旋的曲线 假如说可以最多一直建这种螺旋曲线 剖切线呢 剖切线这个 这个很简单 2d的剖切线 这个是查看一些2d的路边 比如说这是我一个零件 哎 我想把它进行一个2d的剖切 嗯 假如我进行一样 抛切 我选择这个平面啊 现在这个平面 抛切距离是多少 假如说是 假如现在这 啊 现在你看这里的抛切面 已经出来了 抛切面就是这样一个 啊 这是查看它的一个抛切面 嗯 后面的这些面团跟其他的实体 造型的面团就是一样的 这里就不再累数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你说的这边 为什么我还在这边 我还在这边 线 这边 说什么 你不懂